好 今天我們來說明這個牛股的氣差 然後到現在2021年 三豐他把這個氣差 全面改成這個 最大允許誤差 MPE 然後如果 如果你有跟後面做生理的還是跟日本做生理的 可能要注意 因為人家現在 ISO 他對這個牛股的公差已經有變更了 變更成這個 NPE 就是 最大允許誤差 好 我們要說明進行 我們先來說明這個 股的氣差 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個 這個杜梁橫法 杜梁橫法這是我今天去查的 杜梁橫法裡面 他有說明說氣差 就是我們的這個 顯示值 你牛股的顯示值 然後來減掉 這個標準值 比如說你現在 標準 人家的標準這個價值 這個快過他是20 可是你的牛股 牛出來是20.02 這樣代表你這個牛股 的氣差 就是0.02 的意思 就是你這個牛股的公差 是兩條 好 看一下日本他說明的這個氣差 他的氣差也是跟我們台灣一樣 顯示值 然後 減掉 真正的值 就是跟剛才說明的 是一模一樣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看一個 我們這個比較常用的 掛標的農基斯 掛標農基斯 0到150 他的編合是 505 730 505 730 你這個 舊的三峰木路 他就會寫一個這個氣差 是正負三條 正負三條 好 我們再來看 假設說 我們的人家 現在給我們一個道邊 他的公差是 20正負一條 那20正負一條 你不可能用 用這個牛股 是正負三條的來扭 因為 你有可能這樣扭 就過半年了 因為你的牛股的公差 是正負三條 可是我們要求的 就只有一個 你的範圍 已經在他的外面了 已經在他的這個外面了 所以 你要扭這個一條的 你不可能用這個氣差 是三條的來扭 正常來說 如果 人家給我們的道邊 是正負10條 正負10條的 那你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用這個正負三條的 來跟他量 可是以前我們工場都有跟我們說 你在量的時候 盡量不要量 量到極限的地方 是怎樣 因為你這個牛股的 氣差 有三條 你的氣差有三條 你的可能導致加 你有導致加 已經超過我們這個 都民的公差 再來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三方 最大允許誤差 就是這個 NPE 它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 有先說明 就JIS 就JIS 規格 它的氣差 就是說 我的 標準值 然後 我這個量據 它的誤差值 這就是叫它的合格範圍 這就是氣差 的意思 它是在 JIS 7502 1994年 然後 我們現在來看現在 首先 新的JIS 新的JIS 它是用這個 最大容許誤差 最大容許誤差 是 JIS 7502 2016 這是2016年新的 因為它是根據 ISO的要求 就制定 好 它的差別差別 在哪裡 我給它 以前的這個合格範圍 你把它圍繞一圈 合格範圍圍 你會發現說 現在會多了這個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這是什麼 它是說 不確定的領域 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假設說 你這個 納基斯 你站在 平凡室的 一段時間以後 造成這個納基斯 他的這個 品質的稍微變化 這就是屬於不確定的領域 或是這個 太陽黑子運動太多 或是說這個潮汐的變化 造成我們這個量據的 邪微變化 這關 不確定的因素造成的變化 好 我們就是屬於這個領域的 就是 不知道是怎樣 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這個誤差的產生 所以 現在就是要對 原本的企差 然後再加一個 不確定的 不確定的因素 好 這樣全部 你全部 這個 全部這個公差 就叫做最大容許誤差 MP 1 現在你看新的 新的三方目錄 它全部 都什麼 MP 然後這個對我們加工會有什麼影響 假設說 原本 原本人家 他的度面的公差是5條 5條 然後我用 剛才一樣那個 掛標的 我們掛標的游標卡詞 他是正負三條 勉強可以用 說真的勉強可以用 可是 如果 新的這個MP 的話 因為 你要對原本的企差 然後再加一個 這個不確定因素 就是什麼 黑子運動 誰敢保證不會有影響 潮汐影響 誰敢保證不會有影響 所以這種不確定的因素 造成 他的這個不確定 原本的企差 然後加上一個 不確定因素的誤差 這樣 原本這支 游標卡詞 會用你的 他新的 規定來說 已經 不會用你了 所以代表 什麼意思 你還要再買 更精密的 來量這個 正負5條的公差 好 然後再來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NPE NPE 它還有分成 EMPE NPE 然後 S NPE SNPE 好 然後 EMPE 跟SNPE 差別在哪裡 假設這個 我們先來看這個深度龜好了 這個深度龜 在新的三方的卡通錄 它就像標一個 EMPE 大部分都是標EMPE 可是 游標卡詞 游標卡詞 它就有分成 EMPE 它的公差比較小 增負三條 SNPE 它的公差 比較大 它是正負五條 好 三是EMPE 三是SNPE 你這個英文有什麼 EMPE 他實在說 因為 我們這個游標卡詞 它在規定的時候 這個標 我們這個標 在規定的時候 我們是E加 剛才 剛才來規定的 所以 你現在 是加做基準來剛才然後規定 所以 你如果在這邊量測的 那你的公差 比較小 你的公差 就是正負三條 然後 如果 你規定 我們這個標頭 你規定的時候 你是用這規定 可是你女的的時候 是你女來輕 還有女的這個游度 這樣就都S的 SNPE 所以他的公差會比較大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規定你是用這規定嘛 可是你女你是用這規定嘛 所以這規定的公差比較大 這規定的公差 你規定是用這個規定 然後你女的時候 你也是用這個規定 這樣他的公差比較小 差不多正負三條 的意思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這是舊版的 舊版的5057 730 舊版505730 他就寫一個氣差是三條 氣差三條的意思 你用這牛也是正負三條 你用這 你用這 全部都是這個氣差正負三條的意思 好 然後 最後 我們來講一個 跟這個MPE無關的 這跟MPE無關的 這是每一年 都會發生兩三次 工場跟貿易商 工場跟貿易商 他的量測誤差 尤其 在這種 街桿式的內性規 這麼常發生的 街桿式內性規 假設說 你的工場 譬如說我現在要做 500檔 我要量測500檔 你的工場 是用 兩支相接的 然後你的貿易商 他說是用四支相接的 抱歉 這樣你兩人扭起來絕對不一樣 因為 因為 三峰這裡有氣差 人家說 氣差 假設我現在開始算了 氣差 我現在是用500 我要量500 量500 我用實際的例子 500 然後用三支的 三支相接的 人家三峰這裡有什麼氣差 氣差等於多少 氣差等於正負 3 然後加上 派埔的方式 派埔你現在是三支 就是三支的 派埔 三支 然後加上 最大測定場 就是這個500 500 除以 50 這樣 單位是 就是你這個 相接的氣差 總共是多少 這樣10 16 正負 16 正負 16 你這裡就發現了 這個派埔 派埔的基礎 你用三支 你用兩支 他用四支 這影響到他的氣差 所以 你們兩個 比如說我 漢貿易商 我們兩個就要說得好嘛 你要用兩支稍接的 我也要用兩支稍接的 大家說得好 你如果大家說得好的話 氣差 就會稍等了 好 然後還有很多 超越極限的 假設 假設 這樣 600 你們兩個要用600 然後 我們工廠 拐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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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拐300 幾 200的一支 然後幾 100的一支 我們用三支稍接的 不可以想 不可以想 譬如說 不可以想 他有一支300 問題 這套 這套裡面 就只有300 這支而已 然後 他跑去拿8套 別盒了 還有300 這樣 不好意思喔 這樣差那麼多 這樣子 你這樣子的組合 是不是 是不是 還符合這個氣差的公式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問三方才知道 因為你現在 挑戰極限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可以嗎 理論上來講 是應該可以 可是 這要問三方 看這樣子 是不是 還符合 這個氣差的公式 好 我們今天就先針對這個氣差 到現在 最新最新的 這更要注意 因為 等到台灣台理雄 或是等到台灣 這個 台灣分公司 等到準備 準備翻譯的時候 可能 5年後 10年後 可是這5年 10年 你來跟這個 日本 或是跟後面 做生意 你就會發現 我們台灣 用氣差 用那 這10年前的氣差 可是人後面 日本 人現在 全部全面 已經改造 最大允許誤差 MPE 今天先講 來